男人把一杯水倒在了地板上 水瞬间被一分为二 他们感觉非常奇怪 拿出尺子一测量 发现墙壁之间的斜角并不是垂直的 意识到房子有问题后 又拿出卷尺 测量了屋内和屋外的距离 一番操作后 结果让他们大惊失色 屋内的距离居然比屋外整整多出1.5米 吓得女儿顿时感到一阵凉意 慌忙跑回房子中 穿上一件衣服后 打开房门却没有走出来 屋外的父亲见状十分疑惑 推开门一看 只发现女儿掉落的衣服 殊不知这栋房子 是一座极其诡异的凶宅 起初大壮在58同城买下一座别墅 很快他就带着一家人来到了这里 看着屋内的装修风格 和偌大的房间布局 这让妻子十分满意 瞬间就爱上了这里 突然房间内传来一阵响动 可他们并没有在意 只顾着欣赏面前的房子 殊不知危险也就从这开始了 晚上睡觉前 女儿对着墙壁玩手指游戏 下一秒 墙上竟浮现出一个人影 把女孩顿时吓得一哆嗦 好在父亲及时走了过来 尽管他把刚才的事情告诉父亲 可父亲哪会听信小孩子的话 安慰过后 关掉灯光走了出去 睡觉之际 大壮准备下楼关灯 而妻子还在一旁刷看痘痘影视 等他关灯回来后 竟发现妻子睡着了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关灯的时间是10点30分 等他关完灯回来 已经是凌晨3点半 就连关灯的功夫 就足足用了5个小时 等到了第二天 大壮开着闷闷车 准备下山采购食物 就当他准备结账离开时 老板问道 这把大壮搞得一脸蒙逼 带着疑问 他回到别墅 刚一进门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